高6.7米的企鹅溜滑梯 圆滚滚的造型是不是十分卡哇伊啊 位于新店安和里里内的安和景观公园 以企鹅为主题 打造了全新儿童游戏场 新美市议员金钟玉 有这张陈一军特别出席的启用典礼活动 并且表示未来会持续争取更多特色公园 让新店的公园越来越好玩 当时在我们淑美里长的办事处 开会的时候 那时候所有林长所有的志工 特别交代一定要做一个什么 企鹅公园 记不记得我们在那里开会 那我拜托局长 我们希望把新店所有的公园 一个一个的全部重新改建 我们一起团结 我们来为我们新店区争取更多的特色公园 那最后我也跟大家讲 这个主题公园不只是我们安和里的 我们还会开放给整个新店区 甚至大家如果知道是有这么可爱的这个公园 应该会很多人来 不好的邮局就要想办法把它换掉淘汰 所以我们吸取他们的经验 所以我们公园虽然比较晚 但是我们做的会比他们更好大 新店安和景观公园以企鹅为主题 营造出企鹅乐园的氛围 除了有企鹅造型的滑梯 结合攀爬网的设施 让游玩体验更具挑战性和趣味性 而在地点铺面上 则是以流冰几何造型组合 上头设置了各式的邮局 像是冰山爬架滑梯 荡秋千 摇摇马等等 让游戏场增添了许多 吉地风格的童趣元素 应该是今年 我们今年可以说 在地区公园里面最大的一个了 在区域型的公园里面 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主题 企鹅主题造型的 这个攀爬溜滑梯 然后还有一个大型的攀爬架 还有这么大的绿地空间 真的很不容易 安和里里长刘淑美表示 公园不但有可爱的企鹅主题 提供小朋友开心游玩 另外还增设了多组舰体设施 以及一个大草原 让民众全家大小都能够来野餐 也提醒大家要多多爱护公园 攀手来我们这个绿地上面 攀地而坐欣赏电影 平常呢 你们可以大手牵小手 攀地而坐在这边野餐 但是环境卫生 希望大家自理 新店区公所表示 原本的安和公园老旧无特色 在经过与在地居民 和里长的沟通商议之后 决定用可爱企鹅为主题改造公园 同时改善了公园内的通行空间和扑面 并借由主题式的特色营造 带来不一样的游戏体验 记者陈小丹采访报道